一个大将军 把你的盔甲给挂起来 你还能做什么呀 我会种地呀 听说那里有好多的地呀 这次我就要当一回逃渊明 保重吧 战场上 朱德与彭德怀曾分别是 八路军的正副总司令 战争年代 他们曾密切配合 为抗日做出卓越贡献 私底下 朱德与彭德怀又有着 深厚的私人感情 1974年11月29日 彭德怀病逝 朱德得知后 悲痛不已 放声痛哭 尤其是当他得知 彭德怀的遗愿后 激动地在房间里挥舞拐杖 大声喊道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1937年9月 八路军在挺进进西北的途中 路过太原 朱德他们住进了 太原八路军办事处 看到日军大举进犯 太原城内混乱不堪 敌特间戏异常猖狂 再加上国民党内部斗争 非常激烈 彭德怀担心 朱德有危险 当天晚上就专门召开了 保卫会议 而且还亲自检查了 朱德的房间 以及周围的情况 离开前 彭德怀还为朱德安 派了双岗双哨 即便如此 彭德怀依旧不放心 最终还是在 朱德的多次催促下 彭德怀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穿着衣服躺下休息 深夜 彭德怀每隔一个小时 就要起来一次 到院子外面检查岗哨 亲自巡逻 同年11月 日军大肆进犯太原 八路军总部奉命撤退 转战途中 总部首长一方面 要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一方面还要研究行军计划 解决总部挤养 另外还要考虑 根据地开辟 与建设中的很多重大问题 忙得不可开交 常常忘记吃饭与休息 为了给朱德留下更多时间 去考虑重大问题 彭德怀每次作战前 都要和左拳做出初步计划 然后再去找朱德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在跨越敌人封锁线时 彭德怀甚至亲自 跑到铁路边观察地形 当时 敌军飞机频繁低空 侦查我军动向 并伴有狂轰滥炸 非常危险 指挥员劝说彭德怀 不要去冒险 但彭德怀却坚持 跑进作战部队的警戒区 亲自指挥部队炸桥毁路 对敌人的侧背进行打击 朱德听说此事后 立即勒令彭德怀 马上返回 回去后 彭德怀向朱德解释 老总啊 我比你年轻十多岁 到一线去和大家一起 指挥战斗 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是应该的吗 为了保证朱德的安全 在部队进入太行山区 沿途召开抗日大会时 彭德怀主动出面 代表八路军向群众讲话 只有在环境相对安全的大会上 他才会让朱德出面讲话 多年间 朱德也一直在默默关心着彭德怀 在八路军进入五台县南儒村时 彭德怀的卫病饭了 得知彭德怀忍痛指挥作战后 朱德马上找来管理生活的科长 交代他把彭德怀的饭菜 煮的时间长一些 不要直接在饭里放粗盐 要把粗盐炒一下 但是彭德怀看到工作人员 专门为他做的病号饭后 非常生气 这怎么行 朱总司令那么大年纪了 都在吃大锅饭 我咋能搞特殊呢 得知这是朱德的安排后 彭德怀才稍作让步 粗盐可以热炒一下 但是 饭还是要和战士们一起吃 一直以来 彭德怀都不愿意搞特殊 在王家御村的时候 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 八路军的生活非常艰苦 朱德 彭德怀他们也和普通战士一样 每天用黑豆填肚子 喝高粱糊糊 天气转凉后 彭德怀的胃病再次复发 为了给彭德怀补充营养 促进身体恢复 朱德特别吩咐出去执行任务的战士 将打来的野位给彭德怀送去煲汤盒 战士们每次给彭德怀送野位 彭德怀都要问一句 总司令有没有留几支 如果听到朱德没有给自己留 他就会给朱德送去一半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同年10月初 朝鲜首相姬日成 与副首相联名给毛主席写信 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朝鲜 当时 美帝国主义不但侵略朝鲜 还将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 但是 由于我们刚刚结束多年战争 需要时间恢复 而且 当年我们财政非常困难 武器装备更是远落后于美国 因此 很多人并不支持援兵朝鲜 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 觉得出兵援助朝鲜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时刻 彭德怀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的想法 经过充分讨论 彭德怀临危受命 准备率领志愿军开赴朝鲜 出发前一天晚上 毛主席 周总理 朱德等人在中南海一起请彭德怀吃饭 为他撞行 由于形势严峻 大家落座后 气氛稍微有些紧张 彭德怀双手抱肩独自沉思 为了缓解气氛 周恩来笑着说 彭总啊 总司令家的饭菜好香啊 快来尝一尝 毛主席也开起了玩笑 和大家聊红楼梦 笑颜周恩来是国家的大管家 就这样 大家在融洽的氛围中 吃完了这顿饭 没多久 彭德怀就来到朝鲜指挥作战 入朝第六天 彭德怀就发起第一次战役 经过13个昼夜激战 志愿军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遏制住了美军攻势 解救了朝鲜民主共和国的危难 同时让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站稳了脚跟 但是 狂妄的麦克阿瑟不甘失败 很快组织反扑 在彭德怀的带领下 志愿军英勇作战 到1950年12月31日的时候 志愿军越过了三八线 1951年4月22日 彭德怀又发起第五次战役 最终歼灭敌军8万2千多人 并迫使美军提出谈判请求 我在这 强调两点 第一点 军事上 在我军的装备 还有后勤 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坚守阵地防御战 这个不可取 必须要坚持 运动中的防御作战 第二点呢 那就是在政治上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 战争 准备长期 尽量 争取短期 1952年的夏天 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 向党中央与毛主席汇报战况 讨论军事部署 回来后 彭德怀来不及休息 就直接带着一身硝烟与疲惫 风尘仆仆地走进了中南海风泽园 向毛主席汇报完工作后 天已经快要亮了 1974年 彭德怀病重 住进301医院进行治疗 当年89月 彭德怀病情恶化 11月29日 彭德怀因病去世 朱德得知彭德怀病逝的消息后 万分悲痛 尤其是在得知彭德怀临终前 喊了几天他的名字 想要见他最后一面时 朱德失声痛哭 在房间里挥舞着拐杖大喊 为啥子不告诉我 1976年 朱德因为感冒住进医院 随着病情愈发严重 再给李先念留下一句生产要抓 不抓生产 将来不可收拾的话后 便陷入昏迷状态 7月6日 朱德因病逝世 与老友在另一个地方相聚